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這集更新下一些和金融相關的資訊 彭博的消息說引述知情人士的報道 有好多間的中國銀行已經將他們的目光 伸進香港的虛擬貨幣圈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在過去幾個月 包括中國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的香港分行 已經開始向香港當地的加密貨幣公司提供服務 或者是對相關的業務做一個調查 討論內部資訊 有消息指有銀行的銷售代表甚至是拜訪了加密貨幣公司 去推銷他們的服務 而這個現象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在之前加密貨幣這個行業 一直是被各間大銀行迴避的 現在竟然是中銀會直接接觸香港的加密貨幣公司 亦表明了香港的納資成為亞洲加密貨幣中心的目標 已經是得到中國方面的支持 而有一位中資銀行香港分行的主管表示 加密貨幣的推動是由中國北京政府所給出來的明確訊號 是開綠燈的 還有當地由於貸款的問題不太有確定性 因為經濟比較差 所以就提供了一個機會給這些加密貨幣 但是這個報道出街的時候 彭博去問中銀交通銀行和上海普通發展銀行 是未有任何評論的 未有任何回應 香港之前亦都說了要做加密貨幣的中心 以香港一個金融中心來說 他是絕對做得到這一樣東西的 之前不做最主要就是政策問題影響 但是大陸現在開綠燈給他 有沒有想過為何突然間香港要對這一樣東西開綠燈 我自己理解就是了 香港疫情幾年下來了 2019年很多風風雨雨 搞到香港的金融地位是有所下跌的 但是如果是可以透過這個加密貨幣 重新令到他的金融市場地位 是可以再站穩一點點 甚至乎是得到一個發展的話 他們不介意做這一樣東西 再加上加密貨幣經由大陸給你開綠燈去做 看到去跟這些加密貨幣公司傾的銀行 全部都是中資銀行來的 很有可能透過中資的渠道去監管你加密貨幣 與其你用來花錢 那不如我看看有沒有辦法透過銀行系統 去將你管控得到 而這件事其實對整個香港金融圈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為什麼呢 你發幣的成本是低過你公司上市的 而且也是可以炒賣 其實金融市場現在的作用都是炒賣為主的 大家投入去就是投機想賺錢的 當然有部分人是會做所謂的很長線的投資 但以現在這個社會來說 會做這類事情的人就不多 好像韓國這樣 他們無論是大人年輕人都好 都是打算靠炒幣去發達的 那如果開放了這個所謂的炒幣金融市場 會不會令到我們港澳人士進一步加深去炒幣呢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